我告訴你,一個演員最介意的 就是被人說,你沒有感情 是的,因為我們的專業 就是玩弄感情 玩弄我們自己的感情 是的 我們說要哭就要哭 不是開玩笑的 這段放下飯盒,那段就要賣位 開始 她說,伊朗神,為何你這麼快就去了 真的要流眼淚 你別以為像那些小孩那樣 小孩不知道在哪裡教他哭 我經常覺得好像龍蝦 在兒童節目哭不出 你放龍蝦在那裡,你學習一下 多少女演員… 多少女演員一收到要拍一套哭的電影 我看到有多少 就像買了票去水上樂園那樣 全身濕透了,是熱的 不斷哭… 導演已經叫了咳嗽,還在哭 你過去安慰一下她 你沒事吧… 很爽快 又有多少男演員 因為哭不出 哭得報警也打破了 明明文藝氣變成沒有打氣 哭不出… 為甚麼哭不出 喂,正在做事 你要走 帶著子女 帶著電視 雪櫃 還帶著我兩條龍蝦 導演有感覺 你叫我走就走,師傅 太好了… 哭得出… 你走歸走,你記得關燈 在電話的另一邊 她的老婆又是一個演員 我說走 你只懂得跟我說關燈 導演,可以拍攝 你從來都沒有愛光 謝謝 很爽快 這個世界,各位朋友 原本已經充滿了問題 演員最喜歡找一些有問題的角色 這些問題不痛、不過癮 現在全世界最痛的角色在哪裡 南韓 大家有看韓劇、韓片嗎 通常一半的主角會死掉 而那些算是喜劇 在韓片中,一對戀人要撮合成一起 會要求有車、有樓 被車撞,還有腫瘤 以下是一套韓片的基本橋段 一對戀人經過千辛萬苦 戰亂、食物中毒、摩天倫停電 終於可以在一起 那女主角就會患上血癌來慶祝 男主角為了安慰她 就會患上淋巴癌 於是女主角就會寫下一封情書走過去 那封情書當然會被風吹在一邊 放在梳化那裡 男主角一直到死前都找不到 直到淋巴癌發作 淋巴淋到整張梳化都濕透了 原來在這裡 然後她拿出來 看到第一行寫著 就被車過來剷死她 她不是在梳化上嗎 她是在梳化上嗎 我現在不在梳化上 她是做錯誤的 她是做錯的 因為有勇氣了 我會放棘子 你會放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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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放棘子 你會放棘子 這些南韓的影片 我懷疑北韓的核子彈 是在漏東西的 是在漏輻射的 對,它那支東西是不需要發射的 是光漏就拿你們有命 近這幾年 南韓有兩個女主角 很厲害的演技 分別拿了影猴 兩個都是扮演一個甚麼角色 兩個都是扮演一個母親的角色 一個母親有一個很小的兒子 好嗎?很小的兒子 被人綁票、撕票 沒有了兒子 另一個又是扮演一個母親 兒子是弱智的 竟然跑去殺了人 又沒有了兒子 兩個都沒有了兒子 現在在南韓似乎… 死老公極其良 可以當作處境喜劇 死老公又不是很好笑 但一家大小吃飯時 看又確實挺輕鬆 我們大家都知道對一位女性來說 最痛的事莫過於是喪子之痛 是嗎 而每個女演員都想試一次 因為相對來說 死老公極其良 只要是Giordano 但唯有死兒子才是真正的LV 吳君如拍攝歲月 神偷收不足錢都拍攝 為甚麼 因為有兒子死了 幾大拿回LV 做這麼久的演員 我們最新的金像獎影后 為英雄做甚麼的角色 獲獎 一個母親 她的老公和她的妹妹 逃跑了 雙宿雙妻 東急阿蛇 她的兒子殺了人 奧雪木瓜爐 糟糕 我的天 不… 為甚麼又死了女兒子 又一個LV 為甚麼女演員 還要在戲劇中找LV 真實的生活 已經有這麼多貴賓沽詞 你看看慧英雄在金像獎上 獲獎時所說的話 真是痛得你飛得雞毛 她說她大約在20年前 她獲了金像獎 然後被紅了幾年 然後忽然之間所有事情都停了 所有事情都停了 無人找 然後她就是前路茫茫 在龍毛之中 迷迷離離地過了很多年 是的 她試過抑鬱 又試過自殺 她在金像獎獲獎之前 還要吃藥才敢上台 吃十三腰撤死就說而已 拿金像獎撤死 以後不知道是否搞好 她是否搞好 會為英雄真正經歷過的所有事情 我們當然不能夠完全明白 但是她所說的 沒有人找那種可怕 基本上每一個演員都知道那種感受 大家搞清楚 沒有人找是不同於失業 失業是有儀式的 叫做炒魷魚 你可以喝了一千罐啤酒 我做錯甚麼,我做錯甚麼 但是你知道你睡醒時 你要去找那份工作 你被人解僱了 沒有人找是沒有人告訴你 你沒有人找 我做錯誤的 通常仍然發生得挺捨意的 對,就是一個懶惱惱的下午 微風輕輕地 虎摸著槍衫 沒有人找 如果不用吃飯 有時一種挺有意思的生活 沒有人找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 好嗎 你以前未出名,沒有人認識你 你還可以外出,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 讓聲探發現自己 把事業線握出來,找找我… 來,拍一下… 現在所有人都認識你 你外出,那個人會追著你 我很喜歡看你的東西 有時你很久沒有拍攝了 你現在在拍甚麼 不是,真的很久沒有拍攝了 你現在在拍甚麼 好… 我現在在拍一套叫做… 狠狠的等 好像很動作 但又好像很文藝 又有甚麼人做 除了最紅的那幾個 基本上所有演員都在做 我已經在拍攝了 各位,等下… 一個花彈 如花似玉的花彈 等下… 她好運地接到一個母親的角色 然後第一場戲… 好嗎 她可能只是小她四歲的兒子 第一句對白就跟她說… 老媽子 她還未曾做過中女 就直接做了老媽子 這個繼同精女懷孕 也算是一種奇蹟 她還記得她上一句對白 還是… 你不要每次管著我 現在下一句對白已經是… 老媽子,不是每次管著你 各位,我覺得女演員真的很奇妙 我還記得我跟遠慶丹 第一部電影拍攝的時候 她是當我女朋友的 接著過了幾部電影 我跟她拍攝男親女愛 她就是當我姑姑了 我還有甚麼時候抱著她 真的很長輩的感覺 這樣說,姑姑幫我,姑姑 而我有預感 如果未來 我有機會跟她合作的話 我也很難避免 可能要叫她做… 老媽子 你不要每次管著我,可以嗎 因為… 你是比我小的 在看著我 是比你小的 那… 你不要每次都負責 我真是全新的 你呢 現在… 你… 我們… 你… 我… 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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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一個演員是可以做任何角色的 除了一種,沒有甚麼演員敢演 如果那個角色是要演一輩子的 我當你讓你做神雕俠俠的楊過好 左邊有隻雕,右邊有隻小龍女 不是有個小龍女 好嗎?演完了 數二十集也好,多長的戲也好 已經完成了 繼續帶你的雕和女兒去古墓做吧 數二十年,漫漫長日,你做甚麼好 過兒,你又滾街嗎 你嫌古墓很悶嗎 我出去申請雙殘津貼 順便買幾具電燈膽 這是你才說太陽光,真的是 刁兄,也是雕鳥 很有眼的,他說他看不到路 你怎麼搞的 你又弄一條線在這裡,做甚麼 那條線不是線,過兒 你知道我輕功好,那張是我的床 我知道你輕功好 你可否把你的床放高一點 放得太高,我怕我滾下來 你怕滾下來,我就不要把線放了 我跟你說 那過兒,你是否買完燈膽就回來了 我還要放鯛 這隻鯛是一天要放三次的,你知道嗎 它很悶,一天困在這裡 我也是全靠每天放鯛 看牠去追貓 換成我自己仍然有那種畜生生命的本能 說起來,謝謝你,鯛兄 還多了一隻手 鯛 我 我 很悶 人家是沒有腳的小鳥 我是沒有翼的小鳥 昨天我逛街給這傢伙 說我是鴕鳥 那個帥 maybe 可以直上九天扶搖萬里 還有積勳 我過馬路都要看紅綠燈 我在看紅綠燈的 有甚麼用 那天斬出來,那隻戮偶是人 又不是一隻鹿B 各位,如果你做一個演員 有可能可以打破地心吸力 就是一個人、一輩子 只能做一個角色的地心吸力 某程度能夠打破一些社會的地心吸力 我…我沒有做過事情 在座有沒有人在律師樓做的 聽說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我在男、親、女、外 都是在律師樓做的 我做了100集 甚麼都沒有做過 每天只玩玩小強 或者讓小強玩玩 我不像一個警察 我就在棟篤神探裡 扮演一個不像警察的警察 我連槍也沒見過 但我膽敢說不用彈,沒問題 我是不像古惑仔 那我就做一個古代的古惑仔了 奸人堅口花花 有恩不報未算差 有仇不報正人渣 這個世界是36雙 肯定是刺強靈弱,弟弟 選人必利己 打贏扣暗器 被人說我教壞人 那怎麼辦 怎樣罰法呢 又沒有罰抄 又沒有罰棋,就罰唱兩句吧 前家賤出神異師 罵我,不要罵TVB 但我告訴你 我現在覺得 最能夠打破地心吸力的是甚麼角色 就是在戲劇中被人虐待的人 通常可以喊得多麼淒厲 你在現實生活中被人虐待 你有試過喊得那麼淒厲嗎 你夠膽敢走過你老闆的大門口 你覺得已經連續加班了太多天 受不了 走過他門口,忽然站在那裡 他又不能說你,為甚麼 你做不到,演戲就可以了 在演戲裡被人虐待 不僅僅喊得很淒厲 通常喊完淒厲,還來一句很厲害 你現在不弄死我 終於有一天,我弄死你 真厲害 你現在走過地產店 平均二萬元一呎樓 你夠膽敢衝進門口 你們現在不弄死我 我遲早會弄死你們 你夠膽敢演戲就可以了 你知道現在醫療費用多高 你們一定要買保險嗎 我們不要說甚麼生癌症 不開心,我們說開心 生孩子,順產 現在多少錢,你知道嗎 8萬元,這些都很高級了 8萬元…我聽說就很高級了 順產一般,各位 3萬元 甚麼是順產 首先,順產不是易產 順產3萬元,易產在口裡出的 我不知道要多少錢 幫我扯腳,腿正在出的 順產的意思是很順利地生產 不用人幫甚麼 即是說你生孩子,他們看 看完之後,你給他們錢花錢 為甚麼生孩子這麼痛 因為要3萬元 各位人父,將來你生孩子 你夠膽嗎 你喊完之後 就出來了,抱著兒子 然後在桌子上對著你們說 你現在不弄死我母子 我兒子大過就弄死你們 他摸人上身 你覺得如果真的要演戲說這句話 有哪個女演員合作這句話 可以說到嗎 昨天吳君如來了 君如你可以做這個角色 挺好笑 對,不是有人做的 你劉嘉玲就做不了 生孩子3萬元,給我半打 有甚麼問題 試過是好的,每天送半打來 你明白嗎 一個演員最大的地心吸力 我的朋友 是他的形象 大家接受了你一個形象 你是很難去做別的事 是的 你想想譚詠麟校長,好嗎 唱歌又好聽 永遠令大家很開心 你有見過譚校長演戲扮殺手嗎 就是這樣 出場的人就笑了 你鬼佬看是不明白,會笑甚麼鬼 挺英俊的,這人又有些殺氣 難道他出來擠死那些人 校長用槍打死人還好 如果校長用功夫打死人 你會笑爆笑 校長一擺起妝,那些人就狂笑了 為甚麼 因為你會想起… 我會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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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殺你 一出手,你飛出馬路 山頂的朋友一起唱 山頂的朋友一起唱 如果一個殺手拿起手 令你想起山頂的朋友一起唱 你是很難做的 我的形象是甚麼 各位,去年我去美國演出表演 我才知道我的形象是這麼厲害 有一個主持人 先來訪問我 在美國,大家沒見過面 他一來對我好熱情 衝過來就跟我說 王子華,一看你的樣子 就知道你貪錢 第一句話 我假的都是明星 你真的當你在上網嗎 毫無保留 各位,以往我演出表演 有一位女士必然來看我 我很喜歡她… 我一致想跟她表白 很美女 但怎料她先下手為強 她跟我說 阿子華,我很喜歡你 你夠自然 我立即閉嘴,我不敢說話 你怎樣跟她拍拖好 你好像今天拍拖完 你好像一整天不太開心 你今天也不夠賤 不是,我今天有看東西 我有看東西 你看你,你說看東西 說我嘴巴嘴巴 都不得自然,好… 我今天真的… 我賤不了,趁沒結帳,分手 我沒吃過東西 很賤 很賤 我喜歡 我的形象是否很鮮明 我告訴你,香港有個機構… 香港有個機構 是專門教導兒童免受性侵犯 她們打算拍一個宣傳片 裡面有個角色 當然不是找我當兒童 是嗎 是,是找我當騷擾兒童 金魚佬 金魚佬,對 你又當自己在網領,是嗎 我可以扔中你的,你相信嗎 不過不會,這枝東西很昂貴 你知道嗎 在我們戲行有個不成文的規矩 大家都知道 你做壞人是不要緊的 但壞得來,你不要跟性有關 因為你殺人媽媽 永遠都不夠摸人媽媽那麼壞 是嗎 誰的演員殺過誰的媽媽 誰的還記得而已 別人偷你幾元,你殺了人媽媽 劇情也不合理,這麼誇張 別人偷你幾元,你去摸人媽媽 你知道別人沒有偷了 你還繼續在這裡摸 這些演員我一輩子都記得 這些不是演的 個人根本就是這樣 現在我不是要摸人媽媽,各位 我是要摸人媽媽的孫子 而這部不是一部電影 要給錢入場看的 是在電視上每15分鐘 你就看到… 一個小妹妹 旁邊,哥哥,小妹妹 哥哥,帶你上天台 看海海 在海裡有金魚 各位小朋友 大家要留意這些 數二十歲還稱自己為哥哥的人 各位小朋友一起跟我說一次 看金魚?看你媽媽 我很肯定如果我拍完這個宣傳片 最開心的就是我媽媽 因為去到哪裡都一定有人提醒 我看看你媽媽… 我當然沒有拍 但問題的重心不是我有沒有拍 而是別人認為你可以拍 因為我會拍照 金魚佬、貪錢、賤格 我是否不做這些角色 做別的正常人就沒有人看 是… 說得挺齊心 的而且確,我演的那個角色 原本是正正常人的那個男人 正常人的表面上 起碼像你們一樣 正常人的 忽然間那些編劇說 安排,我要追求兩條女兒 我不是的 我的角色不是追求女兒的人 你無緣無故追求兩條女兒 他說觀眾不會理會的 觀眾喜歡看見你追求女兒 觀眾還喜歡看見你追求不到 我說不是這個問題 好的,我追求不是問題 問題是這兩條女兒在電影中 是我朋友的女兒 即是說我同時勾兩個二嫂 我一下子勾四嫂 別人不行,你不行 如果我做一個角色沒有以上這些 又貪錢,又忽然追求女兒 又甘如佬,諸如此類 沒有這些優點的話 就真的沒有人看 是,但不因為你們說是 我就不做了 我做了那個角色叫做溝兒 溝兒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 很多人說我跟他很像 我知道這個並不是一個讚美 溝兒又有一個花名叫做快女皇帝 但是他一生裡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身不由己 他很小就被工女生理上玩殘了 不能生辱 即是作為一個皇朝的句號 他都堪稱一個理想的人選 所以如果你被人說你是個甚麼樣子 不是一件差的事,即是有兒子生 你最怕被人說你是一個句號 一個皇朝都被你接起 沒有公司願意請你 溝兒跟別人說再見 他會說跪安吧 即是跪完,你才可以走 在他前半生 所有人見過他都要跪完才可以走 而到了他下半生 最後的日子 他就要反過來跪在一個女人的面前 求他不要走 因為他已經一無所有 各位 謝謝你不知道為甚麼的掌聲 當然,這個世界是不會,沒理由的 當然剪輯這段影片也花了不少功夫 謝謝你懂得欣賞 因為不是我剪輯的 所以我又不是很介意你不拍手 我為了做溝兒的角色 大家看到他很瘦… 當時我用一個月減肥,減了40磅 然後在拍攝的四個月裡 全程要節食 你沒理由越做越肥 是吧 當時所謂節食就是 只要每頓飯,人們拿個飯盒過來 吃了,行了 就是這樣 在東北拍,天氣很冷 我每天要穿六條褲、七件衣服 對,如果你跟我玩鬥脫衣服 你脫得看到腎 我還是全身都是衣服 有一天我照鏡,我不小心發覺 在屁股上出了一條事業線 你們弄清楚 這條打直的屁股上不是事業線 這條叫生命線,好嗎 你蓬上了它,就沒有生命了 比起事業線很重要 我看到我瘦得… 我的屁股脫了下來 橫形形成一條事業線 一條事業完結 各位,我就是憑我驚人的意志 你終於把自己改造成一個巨號 你想不想看看這個樣子 好,大家爭取時間 但去廁所就現在去 要不然就看看這個有賤格 又貪錢的人所扮演的… 抱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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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要问目光交错的一瞬 就注定了今生缘分 自己可以见真心 春雨间秋风也很乱乱纷纷 是红尘 浮浮成城 似魂似针 青枝雨夜的结局也只是 飘随风不停 心难平静 灿烂不过梦境 翻手是云 覆手是风 却难握住几分真心 飘随风不停 心难平静 灿烂不过梦境 翻手是云 翻手是云 覆手是风 却难握住几分真心 飘飘浮不停 人似服平静 真爱不过飘零 风也飘零 雨也飘零 难忘 让亲生把我吃 照顾 他们 此生 很小 很小 从 你 浦兒是我非常喜歡的角色 劇本大約有1000場戲 裡面有960場 他也是身不由己 剩下的40場比較好 因為沒有他 這個戲問一個很大的命題 究竟人生是否有自由 還是每個人只不過是相同程度的溥兒 是沒得選擇的 我每天在扮溥兒 我每天都跟自己說 如果… 如果我是真正的溥兒 可能中國的命運就要改寫 如果我是溥兒,可能中國 現在還有皇帝 立法會吵一拳 擲招和食招的一律 幫浸推出去 下一屆誰做特首 朱哥,朱打這四圈告訴你 任拳,做得好,貴安吧 然後我想到溥兒會怎樣跟我說 黃子華,你真的這麼喜歡我這個角色嗎 即是有康熙乾隆 那些這麼厲害的皇帝 你不想做 你只是想做我這個角色 我這個皇帝 還是… 你是沒得選擇 我一生人最有趣的日子 就是在宮中 被宮女姐姐每晚都不斷玩 玩得殘忍 你不想拍這段電影嗎 還是你是沒得選擇 是,我很想拍那段電影 因為我很想告訴溥兒 別人想玩殘忍你而已 你不一定要被人玩殘忍 如果我是溥兒 宮女姐姐,玩歸玩 不要玩殘忍 適可而止,貴安吧 還有一大群人在這裡 好… 既然你們這麼想玩殘忍 忍就給你們一隻手 因為就算你們玩殘忍了一隻 忍還有另一隻 溥兒,你是有自由的 是嗎?溥兒是否真的有自由 我不知道,各位 但是我拍攝溥兒的幾個月 我真的身不由己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穿太多衣服 我拍攝一下,我個人開始憂鬱 抑鬱,相當的抑鬱 我每天要看老夫子來開解自己 但是我看老夫子也會看到哭 為何老夫子這麼大 老夫子這麼多,連頭髮都要長得像浴室 那些質子在這裡 一個人是否不英俊 就一定要這麼嘩中取寵才找到食物 大番薯的頭髮為何會這麼大 他是否有病 老夫子,你身為他朋友 你會否懷疑他是有病 他的頭髮是你六倍那麼大 你會否會關心他 為何這本漫畫這麼殘忍 要畫一個有病的人 很抑鬱 但是你有權抑鬱,王子華 你在拍攝、扮演溝儀 你應該知道人世間 甚麼是真正的坎坷 溝儀… 一生人 只是改朝換代,換過多少次 那又怎樣 我拍攝溝儀的四個月 我就換了很多次賓館 我每次剛睡熟了那張床 我又要換了 人是習慣的動物 為何改朝換代這麼難受 就是因為要改床換皮 喂,王子華 你住賓館,你可以自由出入 普怡,他在紫禁城是被人困住 他去到日本人的偽皇宮 也是被人困住的 日本人的偽皇宮 各位,我在那裡拍過的 普怡,你住在偽皇宮的時候 你起碼是一個人用一個廁所吧 我們是一組幾十人用一格廁所 還是沒有沖水的 積小成多 你以為那個人是前床嗎 普怡,你有試過這麼大人 進去一個廁所 一進去,有一個人不關門 蹲在那裡開著大人對著你 哪有這麼驕傲的人 那個手足一看到我 當我是真正的皇帝一樣 負都不憂,立刻走出來 皇上,你先來 皇上,你先來 貴安吧 沒有,我沒有這樣 我跟她說,你慢慢來 我有六條褲子要脫 脫完都不想來了 悲觀哲學家叔本華說 你要減輕自己的痛苦 我首先要看那些比你更痛苦的人 他真是樂觀 當你自己生暗瘡 你告訴其他人生癌症 你明白當時我多麼激氣嗎 我得到我的人生 我認為最打破地心吸力的角色 但我打破不了自己的地心吸力 令我抑鬱 我不知道為了甚麼抑鬱 其實我是知道的 我就是為了投入普宜這個角色 去感受那種個人面對歷史的巨論 了解那種渺小 從而產生一種不能自拔的 史詩式的水喪 但根據阿強的分析 我是因為吃了過期的減肥藥 而且主要是因為我有五個皇后 但就連一個宮女姐姐都沒有 宮女姐姐也好,史詩也好 沒甚麼可以阻擋我用盡全力去演好這個角色 因為每一個演過普宜的演員 沒有一個不大紅大子 我演普宜的時候 我已經預料到翌日 我去到中國任何一個角落的廁所 那些人都會… 皇上,你先來 但我沒有大紅大子 這部電影也沒有大紅大子 當然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 所以我們馬上跳去說第二個原因 這部電影原本的戲名叫 普宜與她的五個女人 好嗎?是否很有吸引力 因為郵差與她的五個女人 也很有吸引力 這個郵差只是送信給五個女人 如果有三個郵差 有多少個女人會收到信 是否很益智 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些前清的餘孽 從中作梗 我們堂堂大清 怎可以的皇帝只有五個女人 這個名字禁止了,不許用 普宜與她的五個女人 要改為… 非常公民 你的名字真的很刺激 我認為非常郵差也會刺激 非常公民 非常郵差也會令你想想 她有甚麼特別 她不是一個普通的郵差 龍狗 我會全身赤裸連滿郵票 寄自己給你 九哥 非常公民 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公民 那怎麼辦 她是一個扔垃圾的公民 她是一個寄信不連郵票的公民 我很喜歡廣東話的Logic 是多麼看破世情 你以為你可以掌握人生這部戲 你連戲名字都掌握不了 為何我們有時說年輕人很早熟 你以後想做甚麼 有甚麼就做甚麼 溥兒,別人讓她當皇帝 她就做一下 當別人不讓她做,她就不做 我也是這樣 當年別人不讓我做戲 我就做棟篤少 大家讓我做,我就去做一下 人生就是分為這個 有邏和沒有邏,兩種態度 你是屬於哪種 通常成功的人士,我認為 都是那些人認為是沒有法律的 好嗎?我一生的成就 是全靠我個人的努力 經人的意志超脫的事 一手一腳打回來 今天我和我媽媽擺大仇 我就是要告訴大家 媽媽,沒有我,你沒有今天 當然,首先我要有媽媽生我出來 但無論是誰媽媽生我出來 只要有一個媽媽生我出來 甚至只要有一隻異形生我出來 我也敢跟她說 不要我,你不要今天 而通常沒有那麼成功的人 都是說同一句話,不過多個邏字 媽媽,沒有我,你沒有今天 即是沒有我,你不用八十歲 還出來工作 但你不怪我 如果你當初選擇過爸爸 不可以如果 問題是… 各位,今天做這個表演 做到現在 各位認為我是有法律的 還是沒有法律的 有些小子永遠在這時候 就是隨庫吧,隨庫就知道 如果你認為我所說的法律是這些法律 我真的幫不了你 各位,我是有法律還是沒有法律 你看看我現在在哪裡 我在洪館 我是從來沒有想過來洪館的 我第一次來洪館 我是來看林梓祥 我當時就是坐在高山正的位置 電視又沒有現在那麼清晰 阿Lam出場,我們一萬多人一起喊 阿Lam… 然後阿強搖一搖我 阿Lam在那裡 阿Lam… 於是我全場就跟阿強在那裡玩 瑞士阿Lam 從那天開始,我就跟自己發誓 終於有一天 我自己… 我要來到洪館坐第一項 然後把錢包扔上台 你們夢想成真,來吧 來吧,寶寶,碰我 你很難有這個機會 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都沒有機會坐過第一項 誰知今天不小心坐過了上台 但各位,另一方面 我又不能太多 因為做洞篤少 是必須要很努力的 你不是說我洞篤少 就能太多 我真的每次都努力到腦爆 不要說表演 有時我去喝 被人發現我在現場 也肯定有人說 芷華來了,叫她說個笑話 王子華,說笑話 王子華,說笑話 不要玩新郎 玩死王子華 我每次都說,好,大家鎮定點 鎮定點,好,我說… 吃完刺才說,好嗎 好… 所以很多年我沒有吃過刺 你以為真的吃過那幾塊乳豬 就能想到這個笑話 現在人們還在做乳豬 不知道為何有盞燈在眼上 好像看著你 你想到甚麼 你想不到你不要吃我 有一次我去游船河… 焗吧,游船河 除非你自己游泳走 王子華,說笑話 正正那次我很有靈感 好…各位,我告訴大家 在這艘船上像現在 很多人是一匹匹相相對對對 各位,我現在就說個笑話 我一說完這句笑話 一匹匹的那些有第三者 不舉手招認的 我們這艘船就會遭到天蠅 被雷劈沉船 笑話說完 沒有一個人舉手 完全沒有人笑 我想被雷劈沉船 你一個笑話不成功 你真的想被雷劈沉船 各位,我做這件事做了20年 我令雷劈沉船失望了20年 你知道這個社會有多想淘汰你 你知道的 就在那一晚而已 一晚之間而已 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打開幾份報紙一看 幾個專欄就寫了 王子華做凍督少已經出現了 玩完了,過氣了 之前那晚我還是代表 一晚就玩完了 最客氣的人就說 他開始淡出了 只有阿強跟我說 你別管別人寫甚麼 你一晚就玩完了 那怎算是淡出 你這樣也算淡出,甚麼叫龍呢 這個世界沒有人死的 每個都在淡出 人們真的寫得寫不理人的感受 各位,我不會因為你的報紙 這樣寫我 我就不敢看報紙 我照樣叫我菲傭 每天買三份報紙回來 三份菲律賓報紙 我不會因為外出看到人 每個人都看著我 古古怪怪的,眼神懶得沒甚麼 我知道的 越沒甚麼越糟糕… 我不會因為這樣 我就不敢去那些人群當中 我就去最多人的地方,中環 星期日 然後我聽到一首很感人的歌 你知道這首歌是說甚麼嗎 我完全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歌名 歌名就是… 媽媽,沒有我,你沒有今天 出來工作吧,看… 此地不留人,我去菲律賓 我連去菲律賓 怎樣賺錢我也想了 但這是絕招,你不要抄襲 當時我也想了 我首先會和菲傭結婚 好嗎?然後我去菲律賓 然後我太太留在香港 工作 寄錢去菲律賓 當然是不可能的 因為她的老公說不可能 那些人真的很小器 多一個人多雙快 我認為你的菲律賓 是不應該來香港賺錢的 你留下後路給僱主 但做人的事,有時沒有後路 就是最好的出路 我就是因為沒有後路 於是我再做一次動作笑 我看看是否真的這麼淡出 又有些人來看看 於是又再做一次,又有人來看看 又再做一次,又有人來看看 於是一直做就做到… 今時今日 我會親自做到 各位,我是由100多人的場 做到這個100多人的場 有時夜難人,只喝大幾杯 我都會對著鏡頭跟自己說 王子華,你之所以有今天 完全是因為你過了 來招人的字 有人把他打回來 媽媽,沒有我,你… 然後這個時候 阿強就會出來提醒我 你沒問我為何阿強會出來 怎樣?王子華 能夠來到紅館 紅館很忙碌,很自命非凡 現在所有人都來得到紅館 我想了,又好像是 真的所有人都要來紅館 因為紅館其實是有兩間紅館的 一間就是這間體育館 另一間,前一點 就是這間體育館 看來也很受歡迎 事實上,不道理不歡迎 那間叫做殯儀館 今天我來了這間 但Michael Jackson去了那間 強如Michael Jackson 也是去了那間 Michael Jackson 是打算做最後一次而已 他彩排好 他根本不是為自己彩排 他隨時來都可以 他是為了這群樂手 這群舞蹈員彩排 做了所有事情 訂購錯場 不是為人 我回到這群樂手 是為人說 我回到這群樂手 我回到這群樂手 你們去到這群樂手 無論如何 始終到那群樂手 真的嗎 制定了,是否有价樂手 大家 還要來進現在 因為這是指標的 這句話很厲害 無論如何的意思是 無論以上我所說的所有東西 是否通通,能否接下去 只要我一說無論如何 下面的東西就好像很有道理 今晚的表演究竟值得看嗎 好… 無論如何 都看完了 各位,無論如何 這句真實 沒有你們,我沒有今天 謝謝 你聽清楚,我不是說謝謝 我是說謝謝 boa啦,啦啦,啦 波 啦,啦啦,啦啦 好,啦啦,啦啦 啦 solo,啦啦口 好… 通常的結尾是叫很久才出來的 我便出來了 但你儘管繼續叫結尾就沒所謂 好… 洞篤少,哪有結尾 加幾句說說吧 通常每個第一次來到紅館表演的藝人 最後都會忍不住感動地哭著唱歌 你放心,我是不會唱歌的 好嗎?我哭著說笑話給大家聽 好 好,首先難題就是哭了 你可以幫幫我令我感動一點嗎 好… 好… 既然你們叫不出那種感動我的聲音 我也無謂勉強自己哭 總之你心中有數,我也心中有數 那你收回吧 但我真的要告訴你一個笑話 從前有一隻狗媽媽 生了一隻羊 那一羊就跟狗媽媽說 你是不是弄我了 現在生了一隻羊 我以後就說 還是什麼… 那麼好 狗媽媽就說 你怎麼大驚小怪 我媽媽是一隻鷹舞,那怎麼算 我頭二十年對賊怎麼廢,你知道嗎 你好 你好 大嫂,你回來嗎 大嫂,你回來嗎 你好,再見 你現在是一隻羊 你不是忠於自己… 甚麼可以就甚麼了 謝謝 騙一句圈首才離開 太棒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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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Babylon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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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喜歡 иск女生 喜歡就有路 做錯拍得一тив 今天百慢 明天百點 血表我 是好嗎 做錯過錯過 命運話未浪費 整天繼續繼續 終於誰收尾 難道法律會這樣 會叫你進入印度 空間裡 包括作詞 無聰策 無聰策 有三禮 有三禮 無職